大量土石淹没花莲从得到和人间路段 怪手在现场不断来回开挖 没想到下一秒 两名公务人员惊觉不对劲 转身后紧急冲上车 连门都来不及关 一路迅速的倒车逃命 踩钢后退一小段路 前方山壁马上发生崩塌 土石泥流四散 落实宛如子弹般 连监视器都被喷溅的水泥覆盖 画面相当惊人 这个人跑了 有吗 有有 摊房现场瞬间尘土飞扬 顺利逃命的两名工程人员 只差三秒险遭活埋 土石流灾害现场 整块山头凸了一块 整个崩塌面积3.65公顷 甚至还有两名盗班人员 一度受困在和人盗班房 最后才顺利被消防队救出 消防队救我们出去以后 一旁的巨大石块随时都有掉落危机 凯米台风肆虐台湾公路铁路都中断 汇德隧道出口有五公尺高土石流 预计三到五天内才能恢复单向单线通车 封灾后的花莲交通带来更大不便 这回一线工程人员冒着生命危险 紧急抢通差点联名都没了 也让相关安全问题再度受到检视 赛列新的花莲综合报导 爹德隧道 谢谢观看